我們打開了這個投影片秀之後 然後呢 我們到這個上面 這個地方 我們一定要指到這裡 這邊東西才會出來 這邊有一個叫做投影片秀 然後呢 有沒有看到一個叫做屬性 我們要把屬性設一下 那我們希望將來輸出的格式是什麼 如果是能夠在電視機看的 就用這一個 就是像光碟片 DVD 光碟片 當然它還有其他的格式 比如說你要放在YouTube 或者自己電腦上看的 這個是 可能是手機的 可能是手機的 那這個呢 可能就是 所謂的那個 我們的 電腦上 或者放在YouTube 都可以用這種格式 那我們現在呢 希望呢 將來能夠放在電視機看 像DVD一樣 我們就選這個格式好了 然後這裡的部分呢 有幾種 如果加入的電視機 是那種高解析度的 那我們就可以選這個HD 這個高畫質的 然後這裡 也是可以進行相關的設定 那背景的顏色的部分呢 我們就保持黑色不變好了 好 我們按確定 這邊按確定 把這個呢 工作的環境 以及未來可能輸出的結果的環境 先設置一遍 以便日後呢 我們做出來的成果 會比較有好的解析度 好 以上 謝謝